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无声发人 这个名词一般学佛的人都知道 因为我们扩颂本《魂像记》里都有 花开见佛无声 都念得很熟 什么叫无声人 能讲得出来的人不多 这个是大制度论对于无声人的解释 于无声灭诸法摄像中 诸法摄像 确实没有生意 摄像是真相 我们今天看到一切像 有生有灭 动无有生劳病死 植无有生住一灭 旷无又沉住坏空 这个都是森变像 佛在经上也常讲 佛这个说法是方便说 是随身受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佛说法 它的大原则 是以二地说法 这个二地就是真地 俗地 真地是佛自己的境界 完全讲真实 俗地是随着众生的境界 所以俗地我们好懂 是我们的常识 我们能理解 真地 往往我们无法接受 不能理解 我们没见到 从来也没听到 除佛之外 过去也没人曾经这种说法 这个是佛说法的原则 那么这句里面呢 是以真地而说的 如来的境界 像那眼镜上所说的 如来与大菩萨 就是发生大死 他们的境界 他们所见到的一切法 不生不灭 跟我们所见到的完全相反 这个才叫的一切法的实相 一切法的实相 我们在前面 也曾经报告过几次 佛在经上跟我们说 设法界的现象 所以一坛只有六十场那 一场那有九倍生灭 那个生灭的实践是极端极端 就看不出生灭 所以说不生不灭 而我们感到这个生灭 是一个相虚相 连续的相 它就变成生灭了 譬如我们看电影 用电影的比喻 好懂 我们在电影 那个荧幕上看的这个画面 是生灭相 是生灭相虚相 这个大家晓得 那个放映机 那个镜头 一开一张笛片 放出来了 马上关起来 再打开第二张片子 换进去了 我们因为它速度很快 我们在画面上看到一个动画 它有动作的了 我们凡夫看到这个 所以是万发无常 生灭相 诸佛菩萨看的 它看到底片 那个底片一切拿出来 不生不灭 没有生灭相 它看到底片 底片是实相 是真相 我们看到荧幕上幻想 不是真的 诸位从这个比喻里面 你细细去体会 但是我们现在的电影 是一秒钟 那个镜头 开二十四次 一秒钟开二十四次 如果照佛在经上 跟我们讲的这个比喻 这一坛直六十 刹那九百三密 那是一秒钟 两个十万八千次 你说那个速度多快 两个十万八千次 这真的 你了解之后 真的是没有生灭 你看到底片 不生不灭 那么佛跟你说的 这个四十真相 你相信 你接受 我们现在也相信 也接受 佛讲的 我们相信 我们接受 我们是不是正无存放人 没真 为什么没真 我们没有通达了 达到这个境界 我们只是听佛这样说 相信佛的话 佛讲的一定是真的 想象也蛮有道理 用科学的理论 能够想得通 也就是说 不为一辈科学的逻辑 能够讲得通的 可是毕竟 我们没有能够证得 所以我们现在 没有通达了 果然信受通达 无碍不退 这个不退 信心不退 通达 他证明了 他如了这个境界 佛亲眼看到这个境界 他也亲眼看到了 看到什么 看到阿赖耶师的活动状况 这是阿赖耶三西乡里面的事情 无明不久生三西 是这个境界 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什么人才能够见到阿赖耶的三西乡呢 佛说 八地菩萨 八地叫不动地 七地是远行地 八地是不动地 八地菩萨见到 他见到跟佛所见到的 完全相同 所以佛说的 他毫无怀疑 完全接受了 这样的菩萨 才叫做 正无声人 菩萨 我们常叫 无声 法人 正无声 法人的菩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